大家好 我是阿笨 知不知道我現在在哪裡呢? 其實我在新加坡高等教育的地方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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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bubblew 歡迎來問談廣東話 我們現在都介紹了第三個 就是我所留意的地方 就是個啦 那啦是留意到的 可能有些人會說啦 那你去啦 你去啦 他想表達的意思 你觀察到他怎樣 我覺得是 他這個是最終的結果 最終的結論 那可能就是 不需要再討論 拍案了 定決了 定案了 定案了 其實會不會有些小意思 是那個人他不強 譬如說可能一件事 大家討論一下 我問誰去做 那我問你做啦 那是否有這樣的意思 我總是覺得 這個高音的啦 是有點不強的成分 高音的啦 對 不要就不要啦 對 不要就不要啦 因為我留意到 Singlish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譬如說 If you want to do, you go to do啦 You go to do啦 OK 他會有這個啦出現 經常聽到啦這個字 不是從月月來的 不是這個字是有這樣的 這個字是從月月來的 嗯哼 但是這個功能 這個用法 這個用法是香港越來越沒有的 譬如我們會說 那你想去做的 那你就去做吧 嗯哼 你也想去做 有一點不滿 真的好像說五句 有一點不滿 可能是對的 好了好了 我們這個媽媽的功能 對 可能可以找一些博士論文 博士論文 去找他們的功能出來 所以你還有一個是什麼 第四個我發覺就是 有一個左 因為我們會說左 可能會在動詞中 他吃了飯 吃了飯 吃了飯 結了婚 結了婚 退休 退休 但是可能男人的環人 他們會說 吃飯了 退休了 結婚了 即是把左字放在後面 意思是完成了 再加事件的改變 改變 即是情況不一樣 對 情況不一樣 再加動詞圓結了 還有一個很相似的 就是吃開飯 對 吃開飯 因為香港會說 一個習慣 例如我習慣去這間 吃飯 我會說 我去開這間吃飯 吃飯 即是一直以來有這樣的習慣 對 我一直以來很喜歡早餐 可能就是去開這間 即是吃開這間 比如說 我減肥 一直以來都有減肥的習慣 是的 或者做開運動 他持續有這個習慣 我們選擇開 但是 馬上 руб 好像也是一樣 我不知道如何而言 他完成了 一些做左的關係 對 我覺得是用開你代替左 我們會說 吃飯了 我吃開飯味的? 你不說吃開飯味的 沒有好像是跟愛字一樣的 愛母 按食母 愛去母 明白母 沒有愛字 好了 這一集就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 拜拜